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2年12月6日 今天是星期二 好了 我們 今天這節真的要正式 跟大家 直擊江澤民追悼大會 香港有一大群積極份子 要在東撕孝貧 因為早前英女王逝世 有大量的人 就是前往英國領事館向英女王獻花 這些 假裝了愛國的人士 覺得 有大量的人戀籍 繼續駱惠寧出來 跟大家說要去殖民地化 怎樣要去殖民地化呢 原來他們想了一個答案出來 就是趁江澤民逝世的時候 搞一個追悼大會 要 你有甚麼 我有甚麼 你有人獻花 我就動員大量的親建制人士 去獻花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做事方式 在香港他們從來 都是用相同的方法 2019年有100萬人上街 我們立即動員親建制人士 要搞一個 40萬人大會 結果 俄清 說集會有幾十萬人出席 所謂謊話怕計數 如果你真的跟他們計數的話 他們就會發現 每一件事都比了下去 實際上 你要跟普通市民鬥 你要跟全世界鬥 是一件非常之 愚蠢的事 誰人都知道 有多少人 真真正正真心擁護你中國共產黨 答案 絕對 你們是少數中的少數 支持你的人 絕大多數 第一 可能他是蠢 第二 多數是依附在權力的旁邊 正在獲得好處的人 這樣的人 怎會是佔大多數呢 絕對是在社會上 是佔少數 好了 一場江澤民逝世追悼大會 將會 揭穿到底 有大量的人 真的去追悼江澤民 懷念江澤民的年代 還是根本 現在是一場大龍鳳 是一場政治show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一起揭露這個話題 上一節忘記說了 這節繼續補回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記得支持 我們有大量的節目被黃標 大家可能會看到有英文字母的節目 就是因為我們那條標題 繼續 敏感 被黃標 所以我們有時候 寫了英文字報代替 但是 昨天你可以看到我們有大量的節目 需要用英文字母 不僅 還會有大量的節目被黃標 這一段時間 中國共產黨也是敏感期 每樣東西都不讓你說 一年365天 有300天以上都是敏感時間 我們 怎麼可以容許他繼續 這樣在 長存呢 一定要想辦法 把他拉到才行 這個世界沒有甚麼 比他更加邪惡 我暫時看不到 有的時候你告訴我 請大家記得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們繼續堅定 對抗中國共產黨 江澤民 差點想說習近平 小小 習近平小小就慘了 大多人上街慶祝 內地的人 燒了炮掌也像 江澤民逝世 追悼大會 搞默哀三分鐘 所有親建制官媒 全部直播江澤民的追悼大會 立即替你揭露 香港 整個普遍的市面 我們看不到任何人 就是去悼念江澤民 雖然 建制派就是發令 把這個中聯辦門口 打扮成好像英國領事館門口那樣 要有大量的人來獻花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就有大量的蝦蝦出現 好了 這個獨媒揭露 有市民穿著世界杯 紅色 球衣 那麼 就 去這個中聯辦門口 就說要悼念江澤民 大家看看 你會不會有人穿著大紅大紫 去一個喪禮呢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人 穿著像炮掌那樣 去悼念別人 其實很簡單 不是說不讓你悼念 到底你有多少誠意 就相當之清楚了 到最終 說悼念 其實是說心意 但是 中國共產黨這班人 土共這班人 都要動員他們的力量 都要出來悼念江澤民 首先江澤民已經不再為了很久了 第二 江澤民是不是真的禁授人民愛戴呢 這個 問題是相當之誠意 所以市民就是這樣的情況 可能他們受到建制派動員 叫你有空就去獻花了 有大量的 親建制人士 就是去獻花之餘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人 會嘻嘻哈哈 歡天喜地 好像去派對 好像去看球隊那樣去獻花的 我們又真的沒有見過 如果你 真心 懷念一個人 那個人 真的離去的時候 最低限度 你在表面上也會觀察到你 神情哀傷的 如果你好像去派對 走會 打卡 嘻嘻哈哈 連群結隊 在靈堂前面 一路獻白花 一路叫人幫你拍照 一路在合照 你覺得 他們心目中 有多麼悼念江澤民呢 香港 香港就是有一大群這樣的人 被揭發他們一路去 中聯辦獻花 一路掛念自己打卡 為甚麼要打卡 因為做了事 要向他們的上級交代嘛 有些就不知道是不是要收錢了 只是看你打卡自拍的行為 也知道你有多麼不尊重這件事 好了 在這裡嘻嘻哈哈 工聯會的人 工聯會那件豬扒 又學人去獻花 然後叫人幫他拍照 他們是害怕 這個 表忠大會 其實這個是表忠大會 不是追悼大會 很多人 根本 沒有懷念過江澤民 但是政權要你 出來表態 因為現在 中共 就是高高舉起江澤民 他們就要你出來 表達這個政治立場 換句話說 所以就是嘻嘻哈哈 就是三五成群 去打卡 因為你要做的事 不是要去獻花 不是真心 懷念江澤民 而是你要 被人動員 拿一枝白花去放下 然後你要交功課 告訴別人我做了 我表忠了 我表態了 你又怕別人 覺得你沒有去到 那就要拍照 不就解釋到為什麼人人人去到 要打卡要拍照 因為 這個是政治表態而已 根本 就不是因為 他愛戴江澤民 不是因為他尊重江澤民 不是因為他懷念江澤民 所以去中聯辦獻花 我們也看不到內地有大量的人 悼念江澤民 反而在內地現在最多的事情 是繼續有大量的人出來上街示威 你不要叫我悼念江澤民 我現在是大學生 被人強制轉移 被人抓去方倉醫院 被人封在一個小區裏面 糧食短缺 你還叫我悼念江澤民 就算我今天 是去悼念江澤民 其實也只是想告訴習近平 我不妥理 一件這樣的事 你就可以清楚看到 民心在哪一邊 民心就是 根本 中國內地沒有人關心 江澤民是否小小 他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想去追悼 我們現在看到會去追悼的 全部是表態形式 是政治表忠 歸根究底 人民要求什麼 人民 可能要求的安居樂業 是吧 沒有人理會你哪個領導人 哪個出色點 哪個天才 沒有人想知道的 任何一個人做 只要那個不是蠢 那個不是白癡 就已經可以了 對很多人來說 所以 各位 在香港的朋友 都相當之屈門 香港沒有媒體的 香港的媒體全部 跟文匯大公一樣的 全部是政治表態式做新聞 根本 這些根本不是傳媒 香港的記者 其實 你自己檢討一下 你覺得可不可恥 獨傳理系 出來做新聞 你們做的新聞 全部是政權表態式新聞 內地的示威 一宗都不會報的 拿著命令的嘛 不准報的嘛 你這樣叫報導真相 如果你不是報導真相 你根本就已經不是在做新聞啦 我們現在 可以在這個階段都為這個 江澤民 追悼大會下定論 人民的心 完全 不在你 習近平 以及江澤民身上 換句話說 一點都不在你中國共產黨身上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訝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有Discount